针对子宫部位,我一直在说嘛,就是上次我那个,那个释迦摩尼佛,那个四月初八嘛,我念了二十七遍,二十七遍礼唱之后,我纹身发暖,后来就是感觉,后来梦见那个子宫,有一个这个梦境里面有一个人说,我要搞我子宫哦,我说我不要不要,我再醒过来了,一个黑,黑色的就是穿黑色的花底,花色的钟, 黑色多,就是有白,黑底白色的钟,一个能很,很大的那时候,搞我子宫,哎呦,我的子宫痛的嘞 哎呦,那麻烦了,那麻烦了 那师傅,我这个药金者,我许愿了,我一直在烧 你这个药金者啊,我告诉你啊,你赶快给他烧啊,至少,至少四十九张到五十三张啊 哦,我,我已经超过了,我许愿给他二百十张小房子 哦,那你,那很好 哦,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就是一定是你过去,呃,谈过恋爱的男人死掉了 或者某一个前世的感情上的冤结,明白了吧 哦,可能是前世,我想象肯定是前世,那个人感觉,好像不是现代的人哎 哦,那就前世了 哦 哦,你现在知道了吧,我告诉你,你欠人家情好了,我告诉你欠人家情,哼,人家追到你今世了,哼哼哼 哎,我就,师傅,我,我一直想不通,或是人死掉了吗,是暴掉了吗,怎么一直才会,会,会要,或者要付到人家身上呢 哦,我问你,包都掉不了,你告诉我 哦 哦,这么容易爆掉啊,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现在,一个人欠人家,比方说欠人家很多钱,对不对啊 对啊 好,你欠人家多少钱啊,欠人家十万,那么你走着之前,爆掉了三万,那还七万可以到哪里去了啊,听不懂啊 哦,就是,一直轮回的话,一直要还 对,因为你只爆掉了三万,因为你这辈子就算把你弄死了,你也只值三万可以消耗掉你的这种业障 也不能爆掉你十万,如果你欠人家一百万啊,哦 明白了吗,是这个概念,不是说死了一了百了的,没那种事情啊 哦,就是人家说一了百了,就是,就是不可能的,他的意料 哎呀,一了百了,人家的意思很简单,一了百了,以为在人间死了,到阴间就没了 那这种人是不相信的,他才会一了百了的,成精病啊他 对对对,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嗯,哎呀,师傅,我,我,这个,这个我听懂了,我一定会念给他的 嗯,嗯,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嗯,嗯,那个师傅,我针对子宫应该放多少条鱼,我一直在放 你师傅跟说一下,观世音菩萨跟我讲一下 什么,放鱼啊,放鱼啊,放鱼两千条去放呀 两千条是吧,嗯,啊,就是说的时候,就是给子宫的部位放生啊 对,哦,我知道了 你可以说妇科就好了吗 妇科啊,好吗 好的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 leadingist色研究 statist制作是关系的 什么问题 感谢 is going category 还要跟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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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mple